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危险有过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我不想看到你再受到任何伤害 你知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多担心你啊 她在大会上说 苏雪义除了是你女朋友 还有另一个身份 这个身份是什么 好 杰大哥 苏小姐 你不会是又要车吧 这 这车可不能给你 这是公司的 你误会了 我是来问一下你有没有阿妍的主治医生的联系方式 你要这个干吗呀 阿妍的腿发炎了 我想跟主治医生了解一下 怎么能够更好地照顾她 她是因为我受伤的 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也想为她做一点事情 发给你了 谢谢齐大哥 别跟丽先生说我给你的啊 我知道 这不是你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霍坚说的话你不要当真 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烊 不让我出头 Exhale 如果您和苏解忆是在演戏的话 那现在戏也演够了 霍坚摆明了是在拿苏解忆做文章来针对你 你们再这样演下去会很危险的 对你的身体跟视野 都只会有害无力 我明白你对我的关心 不过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危险有过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我不想看到你再受到任何伤害 你知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多担心你啊 抱歉 我只是希望 你能够保护好你自己 至于苏小姐 暂时分开才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楚楚 我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我相信我和协议 都会做出更加成熟的决定 陈恒生的事情我已经报警了 在他做出最后定罪之后 我会拜托你 以酒店的名义 再出一份最终的官方声明 好 我去送送陈恒生 谢谢你的咖啡